大家好我們是B狀王的主角 我是JD 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韓海王電影版RED的第二套 那他這一次整體上面呢 就是古奇上一次第一套 沒有出場的魯夫派這場的角色 那A賞跟尾賞都是大畫版 其實還蠻吝嗇的 就好像是不一直直接進這個開箱環節 好那首先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本次登場的這A賞 那這一次A賞跟上一次一樣 是走一個橡膠小吊飾的方式去呈現 那外包裝就是用這種盲包的方式 那這一次一套裡面總共有30抽 然後一共有17款 比較特別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 他裡面有美音的兩個型態 這兩款應該會是比較熱 我們開箱到的是這個裸兵 那你看他這一次整體的尺寸其實蠻小的 所以以這個小吊飾而言 我覺得不意外他應該會變成 經典時尚小吊飾 那今天就有進下一款 好那今天要跟各位開箱的是A賞 那這一次的A賞 就是我們這個經典時尚的資料 假設就讓我們追記下一個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然後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他一套裡面總共有20抽 然後款式總共是8款 跟剛剛的小賞一樣 他這一次登場的款式 主要就是劇場版一些角色的形象 然後他分別是做兩面的方式去呈現 他特殊的款式就是他大概還有這個 這邊是紅髮 然後後面就是紅髮 然後他還有送你兩張椰子 所以這A賞基本上來說 一樣是長毛大雞 那接下來我們就下一口 好 然後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G賞 那G賞我剛剛看到官圖 算是這一次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這個小賞 他這一次是用長毛巾的方式去推出 然後一套裡面總共有23抽 更有8款 那他這一次整體的設計風格 走的就是像撲克牌裡面 國王紅色的方式去設計 那現在用一個鏡像的方式去呈現 走的是一個同一個色調 譬如像這個正面是魯夫 翻過來就變成紅髮 所以整體上面這一次 這個長巾的設計風格 我覺得非常的棒 我們接著讓我們下一口 好 那手機上跟各位開箱的是 本次的F賞布魯克 那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一次他的公仔賞 全部都只有各一支 只有A賞的那個大畫版有兩個 所以算是以配率來講蠻吝嗇的 那這一次他整體的底台設計 就是他用的是一個透明底台 上面有用這種印刷的方式 做手繪風格的RED LOCAL 所以像是布魯克這種比較躍動的姿態的話 在這個整體的公仔質感上面 不會覺得黑黑的一片 廉價感非常的嚴重 這一次布魯克的角色 細節設計上面我非常的喜歡 首先是造型 因為布魯克在原作裡面 是這個爆炸頭的造型 配合類龐克的方式去設計 刺刺的 像海膽一樣的爆炸頭去還原 這以上面我覺得官方 每次針對布魯克這個爆炸頭的細節 做的都很好 底部的那個捲髮 凹流還是有把它做出來 面部表情的還原度 他針對骷髏頭的那些細紋 材質還有噴塗 用的會是比較接近 真實骨骼的那種方式 去做上漆 整體的整體呈現上面 走的是一個比較黑色的方式去呈現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針對下板 他是披風的裙擺 有跟這個上面的衣服做一個分色上面的差異 服裝層次感會比整頭是黑色好的非常的多 這次整體的姿勢表現走的是一個 他躍動起來準備拔刀的姿態 針對褲子啊 像膝蓋啊 或是手肘的部分 稍微都有做一點點些微的皺褶 讓你在整體的觀看視覺上面 不會變得非常的光滑 所以這次這隻布魯克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整體的緩度是還算蠻不錯的 那接著就好我們進下一口 好然後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這一次 伊桑浮浪機 基本上在航海王的公仔裡面 他價格其實都是中間偏高 原因是因為他的尺寸都是一道裡面最大盒的 但是以往常的經驗來說 因為分量感比較大 其實細節上面都有蠻多噴塗食物 浮浪機這隻角色的設計 其實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歡 因為他走的是一個人造人機械的感覺 所以整體上面的角色風格設計啊 在變換主題的時候就會變得很強烈 那首先看一下他這一次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他針對腿部的類似金屬騎士鎧甲的這個靴子 就有做一些金屬面的上漆 整體表面有那種牌子粗糙的反光感 那針對大腿的肌肉曲線 也有做一些深色的處理 整體的膚色總是比較暗沉的方式去呈現 腹部的一些肌群啊 細節上面有把它做出來 然後一樣有做深色部的這個上漆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像他這兩隻非常巨大的機械手臂 他所使用的這個粉紅色 應該就是用塑料成型色去呈現 所以整體看起來廉價感其實是有點嚴重 而且在前端全套的部分 是用分件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在交接處其實會有一些交接線的 到時他整體上面的材質感其實有點破碎 大範圍的披風上色噴塗的方式 有一種反光的感覺 整體上面配合受摺的飄逸感 我覺得呈現的很棒 面部表情的還原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針對頭頂頭髮的質感 毛髮上有稍微做出一些粗糙面 不會光滑的一片 讓你覺得很像口香糖葛 到底是怎樣 然後上面金刺狀的毛流也有給他做出來 細部針對像狼獨面具也有做分色上漆 內部的部分針對這個內褲 包括藏在披風裡面的背肌啊 有把他在一些肌肉線條給他做出來 而且細節上面也有做深淺色的噴塗 所以這個細部我覺得算是還蠻棒的 所以以這一次口朗機來說 除了這兩隻機械手臂 不然其他部分我覺得做的事還算蠻好的 那接著就讓我們進下一口 好 然後接著登場的是 DISA尼可羅賓 那這一次尼可羅賓的靴子一樣 有做出一些金屬色的上漆跟漸層色的噴塗 所以整體上面下半身的質感很棒 那上面這個微微露出大腿的絕對領域的部分 整體上面的顏色上漆 我覺得選用是蠻恰當 那針對這邊右側腿部的這個小配件上面 分色上稍微有些意氣我覺得蠻可惜 衣服的選用上面走的是一個牛仔小樂褲 搭上一個馬甲案面再加比基尼 服裝設計我覺得非常棒 幾乎把龐克風裡面男生喜歡的元素通通弄上來 然後外面再搭一個這種龐克風格刷黑色的長版外套 所以整體上面的服裝設計感我覺得很棒 但是坦白說因為DXF系列 他也有針對劇長版推出非常多這一系列的造型 所以如果你要說他跟DXF比的話 唯一比較好的大概就只有他的靴子 我就做出一些層次感 然後針對胸部的地方沒有看到粉件 他算是用手部這樣起來 這個姿勢有把胸部往中間擠壓 所以這個魯勾的地方呈現比較好 我個人可以大膽預測這次的一番場公仔 因為尺寸的關係之後價格應該也不會太高 所以以這次這個羅賓來講 我覺得除非你非常非常喜歡這次的角色跟這次的造型 不然其實收DXF就好 那就讓我們進行 好 然後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C長喬巴 那喬巴一直以來也是非常熱門的角色 這一次登場在這個一番場裡面 我們剛才打開的時候 心中覺得 欸 這不是就是景品的放大版嗎 剛剛開箱的構成中 心中都會有那種景品的既視感 所以我等一下會針對他跟景品的喬巴 有什麼差別跟各位稍微做一下分析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差異就是他的尺寸稍微有大一些 地台的主題性好一點 整體上面的細節分色上 在衣服啊跟後面的刀鞘 尤其是這個帽子的上色質感 確實是有比景品好一點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他整體的圓形上面 做工比較仔細一些 分色上面也有好一點 那面部表情的還原度基本上跟景品差不多 地節上一些分件的交接線上面 其實跟景品沒有差 他還是有意氣的問題 最不能接受他下半身尋路提的地方有很嚴重的意氣 所以C賞的話我覺得 如果他價格低一點 然後預算足夠可以念一下 不然就收景品就好 那接著我們接下一口 好 然後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B賞索隆 他呈現的姿態也是一個比較有躍動感的動態姿勢 整體上面呢 因為我個人非常的不喜歡他劇場版的服裝 因為其實索隆他是大劍士啊 那大家知道傳統日本劍士武士 身上的衣服其實配件蠻多 整體上面的風格設計感會很好 他這一次來到劇場版的設計風格 會變成走的是一個比較簡約的方式去呈現 讓我一直有一種你好像餐廳服務車的感覺 就少了他那種大劍桃的霸氣感 那雖然這一次走的是比較躍動感的姿勢 其實他整體上面的細節 都是用比較單一的塑料成形色去呈現 導致於就算他有做一些皺肘 還是沒有辦法遮蓋他整體顏色過度單一的問題 面部表情的還原度 我覺得那個出力感也不太足夠 三把刀子的上色品質基本上就是景品的等級 所以以這支索隆來說 如果啦 你真的很喜歡他這個有點像是職事或是服務生 還是歌劇院的造型的話我覺得可以收 不然我覺得這支彼此可以直接pass掉 那今天就好我們進最後一個 今天只要跟各位分享 這一次最避免我憤怒的這個A賞跟尾賞 前面這樣看起來 你會不會有一種景品的既視感 他就只是把他的動作稍微改一下 也沒有加特效 然後放大一點就變成一番賞的公仔 然後一套配率還只有給你一支 A賞還是兩塊這個畫滿 是我最生氣的地方 你都已經做到A賞了 你看他竟然給我玩摺紙 他的A賞下面的底台竟然是 用這種紙板的方式去呈現 都已經到A賞了 你都 給個一片壓克力塑膠行不行 大家會覺得誠意好一些啊 他用摺紙的方式做起來 然後你再把這個板子擺上去 你有覺得 這看起來很高級嗎 他這個露出來的地方 光看到這個紙的痕跡 基本上就已經超級扣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底台 根本就多此一舉 但他這個A賞更過分 他連周圍都沒有給他包起來 所以依我個人的認知來說 你有包邊至少 你不小心沾絲或是幹嘛 他不會直接擠進去 那像這樣子的方式 直接把紙露出來 我跟你講 這你要是不小心打翻飲料 或沾到水 或是比較潮濕 他基本上就會吃進去 中間的圖片呈現 就是電影版的主視截圖 這也上面他上色的方式 會有那種漫畫 匪業的那種筆觸感 外面有種類似 真牛皮的方式 去做印刷 但是你要記得 他是印刷的 所以今晚他印得很像真皮 想要做出類皮革的那個方法 其實他就是一張紙 你怎麼看他就是一張紙 所以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有點多此一舉 他的尾賞 就只是改個顏色而已 把藍色改成黃色 這比上次那個大海賊白景還差 人家大海賊白景 至少是像畢業紀念冊一樣有沒有 做一個點長夾的感覺 這就幹 一片紙板 然後拿來給你當A賞跟尾賞 所以這一次 這套航海王一番賞來講 我是覺得很離譜 大賞竟然做到這個等級 那你公仔賞是不是應該 給個場景啊 給個特效什麼 所以這一次一番賞 這整體組合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差 那就好我們直接進結尾 好 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一次航海王 巨場版2 推出了一番賞全開箱 那大家有沒有少數的覺得 我們最後這個結尾畫面 看起來有點單薄 往常來說都會非常的豐富 這一次不僅是公仔的數量賞 如果你硬要講他 大概就是稍微有做出一些 強化噴圖的DXF 這個A賞跟尾賞 我根本就完全 我都不想評論了 你要這樣做你真的 你這個A賞你要這樣推出 你不如把美音的那個形態 做成一隻公仔 這樣這一套完整性就會更好 你用這一塊紙板 我自己個人是 覺得這樣很差 所以這一次這一套一番賞來說 我覺得誠意有點不夠 那如果以 你要不要抽的話 我覺得是不要抽啦 因為一套80抽 因為我店家現在開玩笑 我就覺得哇 這套公仔我這樣進貨進來 有點不划算 他這一次的配率 你看 他一隻公仔只有一體 媽消費者跟店家都不是傻逼啊 所以現在一番賞會 但不是沒原因的 你這個設計本身就有問題 你覺得這張紙可以值多少錢 所以這次這樣整體的設計來講 我覺得非常的糟糕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在下面按讚 訂閱分享留言 並留下你的看法 或是針對 一番賞現在這個情況 欸你們有什麼心得 可以在下面喊話一下 阿好我是決定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